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轮比赛的对局 对阵的双方一位是四川的郑维童 这是我们去年的全国冠军 新科状元 去年夺冠时仅有20岁 非常的年轻 应该是继红综华老师 还有许云川大师之后最年轻夺冠的一位 全国冠军 优秀棋手 那么他的对手是来自山西的议员 也算其谈老将 叫赵立琴 也是酒精沙场 非常有经验 那么本次比赛就是四川队应该算是夺冠的大热门 因为他们不单有拥有郑维童 现在等级分排名第二 他们的一台主力是王天一 是等级分排名第一 他们请来了目前排名第一的王天一做强力外援 所以如此豪华的阵型可能就不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的由领男双雄 领衔的广东 梦之队 对 那么好 我们下面给大家先讲解男子组的这盘对局 郑维童是直红先行 对 他叫的是兵七级 那么赵立琴 足七级 那么作为一员老将 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新科状元 肯定也是想见招拆招 对 不急于走复杂的局面 先看看形势发展 对 比较谨慎 对 郑维童 兵底炮 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法 对 向七进五 向七进五 这很正常现在 马二进一 双方正常出子 正常出子 好 下到这儿是郑维童实战中是走的炮八平五 这个棋好像这个布局 红方有G二进四 G二进六的变化 对 这个棋就是有几种选择 如果要是怕对方炮八进四封居 红方可以选择G二进四 今后配合冰三进一 对黑方的七路马形成攻势 还有一种就是 直接G二进一 这个可能更有压迫性 对黑方 回居各合 对 如果对居的话 有可能对掉再还中炮 完了抢出这边的居马炮 那么这盘棋 郑维童下的 还是希望保留更多的变化 不希望抬居跟对方对居 对 所以炮八平五 就是有一种你可以浸泡风我居 对 但如果你要浸泡风 我左翼出紫就明显要快于黑方 那么黑方也是当仁不让 还是跑八进四 这个下巴还是比较积极的 对 那红方马八进七 自然出紫 对 黑方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以后 这个棋红方实战选择G九进一 如果要是走G九平八的话 那么黑方G一平二以后 由于红方进的是七路兵 红左G暂时没有特别理想的落点 没有好的通道 对 完了右G又被对方封鞠 是吧 鞠炮来封锁 所以当然这个棋仍然红的可能好下一些 但是恐怕想找到进一步的攻势 也还有一些难度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郑雷同下的比较灵活 走的是 G九进一 G九进一 这招棋呢 它有很多的选点 比如说今后有G九平六 G九平四 今后都可以走巡河来对兵 或者走兵一进一 跳马来围歼黑炮 还有一种下方 打破这个封锁 然后而且给对方可能七路线这个马 也形成压力 中路呢 恐怕就有一些机会 还有一种选择呢 它有G九平三的这种下方 今后G九平三以后呢 炮后藏车 炮后藏车 完了呢 今后对这条线呢 展开攻势 这是红方的这个如意算盘 构思 那么黑方在这个局面下呢 也经常有两种下方 一种呢 就是仍然按部就班 走的是G一平二 但是这盘级的实战呢 我们说了 这老将赵立琴呢 是见招拆招 他发现红方啊 准备这个G平三 来 平四 平六 对 他对这个黑方的这个这一侧 展开攻势 他起横G呢 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这个 侧应 侧应的作用 既可以 如果他能过来 对红方也是个威胁 不是过攻以后 有齐和G 这还有捉炮 有手段 即使走到这呢 也可以走巡河 还可以G一平八 这个双鞠 形成这个进一步的封锁 加强封锁 这个是黑方 这是他的一个盘算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也发现了 黑方的意图 所以呢 感觉这个气 无论是走哪个类 或者平三 炮后仓鞠 都很难对黑方 有实质性的打击 因为人家是狙击 他也是横拘了 对 有防范 对有防范 那么这个时候 郑维同 见风突变 变成直鞠了 他这招型还是挺灵活的 非常的灵活 这个也是根据对方阵型的布置 对 来形成自己的一个攻击的方向 从我们平常下棋的感觉 好像这个鞠 正常应该是鞠的平花这样出来 好像这样稍微绕了一个小弯 但是绕里小弯对于黑方来说也是一个苦恼 为什么 他现在如果是你直接出 他 他也正常出去了 这个阵型还不错的 你横不能走这个 但是这个时候 人这个拐了个弯 黑方这个鞠 你不能这么看 对 你再这么出来 他无根鞠炮了 这个很怪异 但是如果躲开 咱们看 如果你说 那我躲开 这个炮必须得找个落点 对 现在我觉得红方 无论是这样捉炮 或者这样捉炮 平六捉炮 黑方都很难办 如果你先一补试 大家看到了 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黑方的横鞠 准备过攻来测语 被切断了 被切断 而且人家红方还抢了不齐 今后再一队兵 或者走兵一级一 对 那么黑方就比较尴尬 尤其那个鞠显得很尴尬 黑方的右鞠完全就起不到作用了 对 他的本意也就很难实现 那还不如出直鞠呢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也是很积极的 跑平三 准备给黑方 红方七路线 施加压力 那么红方继续追击 进鞠捉炮 这个棋 黑方是一个考验 对 现在黑方有几种选择 首先是可能稳健的下法 应该是 平鞠保上炮 平鞠保上 这样保上之后 我带机子动 我先不着急 对吧 反正你现在这马也不能跳 我中兵这还打着 对 然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可能就刚跟你那炮火藏区一样 这也是个炮火藏区 也可以足三级一 从这个突破 对 但现在暂时不行 对 先等一下 但是他可以 今后先补个试 把阵型补好了 然后再足三级来展开攻势 那么红方也有可能先飞个向堪上 然后再冲中兵 形成另一番战斗 那么这招也是可以说 推荐给大家 比较冷静的一个下法 先待机而动 对 但是赵立琴这员老将 我觉得他的作战风格 也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所以面对咱们星科创业 也是毫不示弱 炮三级三就打掉了 灰炮出击了 打掉 因为这招棋看起来 既吃了兵得到实惠 而且还马上先手要吃象 所以很有诱惑力的一部棋 抢了一个先手 如果红方担心这个象 走一个象棋进酒的话 那么黑方抛三级一 抛三级一之后就很愉快 它这边的冲击它并不怕 因为你冲起来的话 它很有可能 七路马就冲出去了 甚至它可能还有这种手段 来反吃你这个象 这样的话 双方形成一番对攻 红方未必就有便宜 对 毕竟好像飞边向也缓了一些 对 你是被便宜了一手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那星科状 星科状还真是 非常的有激情 它通过对局面的判断认为 这个鞠现在对这一侧 攻守有很大的作用 即使你打了象 是得到一个底炮的攻势 但是很难有其他子力的增援 没有配合 属于孤炮深入 连鞠的配合都没有 是不是 更别说后边的马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抓住黑方的弱点 就积极地展开了冲击 等于双方针锋相对了 黑方从红方的七路线 那么红方也从黑方的七路线 对 但是感觉上是 红方更厉害 为什么 红方对这个七路线 也就是对黑马的攻击 直接影响到了中路 而黑方仅仅是打掉一个项 打掉底项 它是在物质上可能便宜了 但是从攻势来说 黑方暂时组织不了有效的反击 所以从这个理解来看 郑雷通是有他的心得的 那也就是说 红方明着是从三路线进攻 那么其实还有一条暗藏的攻击点 就是中路 对 那么这个棋 黑方打掉 这必须也得打了 不打是用不好 那么平炮 这也是必然招法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解围 对 这是常见解围 那么红方现在别无选择 平炮 黑炮 我看这个棋感觉挺有意思 你看红方在布局当中 这个炮进了一步 平了一步 红方的右炮 出来又进去了 貌似好像是亏了两千棋 对 但是红方虽然亏两千棋 但是他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 首先这边的损失 他是逼出了黑炮 他的阵型给他打散 逼出黑炮 把他的阵型打散以后 获得了在这路线 七路线 对 就是红方三路 黑方的七路展开攻势 威胁到了黑马 那么黑马如果阵地被动摇的话 中路势必就要形成一点攻势 对 所以说在这个局面下 这边的局 他虽然也是忍让了 但是仍然他忍让的目的 还是要保留这条线的威胁 对 三路线的威胁 因为如果在这个局面下 你说我不回去的话 平胖那人给你吃掉了 黑方反过一族 那么黑方就反先了 所以他这条旗仍然是为了保留 这条线的冲击 所以我想他这个气象 还有把聚在回去这两部旗 也都是在他之前的一个设计和计算当中 对 所以这个旗就是下一步 红方还是 第三级一 第三级一吃掉 到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了 是 这盘旗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完了我们稍后再给大家来讲解 下面的变化 好 一会再来 好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这盘棋局 下到这儿呢 现在对黑方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不知道刚才朋友们在休息的时候 有没有替黑方呢 想到比较好的方法 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那个游大师 你看现在这个旗 如果是你希望怎么能发展下去这个黑旗 对 确实是挺难处理 因为马上面临着红方这个兵 就要冲下去攻击自己的这个七路马了 对 那么好像黑方的这个双军双炮呢 又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明确的攻击目标 怎么样去反击红方 现在子力上呢 现在得了一个像有个底炮 对 但是呢 底炮在没有其他子力配合的情况下呢 也称不上什么攻势 对 称不上攻势 所以呢 但是黑方呢 现在如果就实战招法呢 它是项目进去飞掉了 看来还是比较忌讳红方的这个过河 对 但是感觉上这个旗啊 因为黑方啊 虽然有底炮 但是呢 针对性不强 对 它的底炮 包括这边的配合 看着还不错 挺快 双军也都出来了 红军也被逼退了 对 但是呢 针对性不是很强 是 如果这样飞掉的话呢 从发展结构来看呢 有可能双方对攻的情况下 黑 红方对中路的针对性 非常的明确 黑方可能找不到太好的一个反击方案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然实战是飞了 我们也给黑方设想一下 它有什么办法 在遇到对方这种强劲的攻击的时候 一个 大家肯定想积极反击 但如果积极反击 觉得没有把握的时候 实际还是应该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呢 就争取更多的机会 毕竟我多吃一个像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看 咱们给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黑方能不能 先过个局 那么 如果 那他肯定要想 红方冰三级一 冰三级一的时候 黑方呢 也有他的一个设想 就是点局之后 下一招 这招其实很强 吃死局 非常的严厉 一会平局一吃 这就吃死一招了 这是打着门工 那这个局又不能输 那局就死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红方恐怕还不能吃 先要避让一下 避让 那么避 当然你也不能登 你要登了人杀了 就全交换了 你是没吃着 那搞不好 待会人还要打试着起了 对 这个也是红方要小心 他既然吃了你一项 他可能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有个破石像 破石像完了 咱们都是 双拘 缺室怕双拘 缺室怕双拘 所以这个棋呢 黑方还是有他的一些设计 如果你这时候躲开呢 他有可能来打掉 那只有拘一平二对局 只有对拘了 现在没有办法 对拘 对拘之后呢 他平拘压 那红方这麻也不能这样了 吃掉 他现在不是拿拘吃 他可能成个底炮 准备打门弓 那么红方可能只有炮打中兵 先打一僵 打一僵 再不试 还得赶紧出了变 这个棋 他可能现在还不吃马 他可能回去捉炮 然后呢 虽然少个子 但是黑方呢 还有很多纠缠 完了这个马呢 也在嘴里边 肯定当时这个棋 还是红的好下 但是呢 还是因为红的下一招 这个也要小心 所以他现在还暂时不敢吃马 他可能要吃炮 吃完炮 这边再打僵 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吃回一子 或者呢 仗着多两个相 继续跟红方周旋 这是一种下法 弃子 还有一种呢 可能就更老实一点 我就顽强防守 确实这个局面不是特别好处理 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我平 平到这 对 这招棋呢 就是加强封锁 我暂时也不跟你对居 你也别出来 然后呢 我就是还是待机是动 今后有没有机会打 那红方还是冰三年一 就忍耐了 就忍耐了 这个棋说实在 就略是局面嘛 你得想开一点 该忍 能忍责忍 该忍就忍 反正我今后多想 我也有很多的这种机会 我说下一招我要打兵的话 是不是你这也很难处理 你要打这个将 我就知个事 暂时你也不能说一下就把我杀下来 毕竟你这边居马 现在还出不去 出不去 这样我保留实力 所以这可能感觉应该比实战结果要好一点 可以更多的纠缠吧 劣势局面希望更多的纠缠 看起来我觉得好像这样平居 这样战线能够拉得更长一些 对 这如果今后 不是你炮能退回去的时候 底下可能还有一些小骚扰 这不是有打门工什么的 对不是他要平兵 你知识 他在吃足 你推炮打下鱼 把炮先躲开 然后下一招是不是 就有一些骚扰 这李老师给我们演示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小战主 这是思路 但是具体这个到底效果如何 不好说 因为人家可能这中兵也挺厉害的 但这是一种思路 双方还有一些纠缠 那么我想实战中 赵立琴确实比较忌讳红方的三路边 对 他可能有点无法忍受了 当时这种氛围 可能也是比较紧张 毕竟面对的是全国冠军 心里可能有点压不住 他也不想退回去 他也不想下得太委屈 虽然是全国冠 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也很奇怪 越是全国冠 说实话 有时候还真想拼一拼 看看到底能不能跟你一争胜负 我们老话叫光脚不怕 对 反正我输了也正常 你水平高 但是我有机会 我要不拼的话 可能输得更快 所以他就是先飞掉 然后就是当仁不让 你过来我就吃你 那么这时候 红方也肯定 不能放过这个象 现在这个局面 双方基本上就差不多 物质上都是少个象 对 但是咱们一直在说针对性 下棋要有针对性 现在红方的明显针对性 就在于中路 黑方有点虚 虽然这马线有根 但是它的架子 炮架子 是以红炮为基础的 而且本身现在红马 还吃着黑炮 黑方还是一个后手 所以现在黑方 还要想办法来解决 那么这个是争先的招法 刘七星一 行刀一打 先手先把炮躲开 先躲开炮 然后再处理 这个棋 那么红方 马七星六 但是红方也很高兴 因为马七星六之后 就是直指中足 顺势吗 本来就想上去 顺势而发 现在黑方有点难罢了 中路也不太好补棋 你怎么补 他都是要踩中兵的 所以这个棋 黑方也是 所幸就 平局 他平局 可能还有一个目的 他可能还是老惦记着 打市 有机会的时候 打个市 因为如果你立中炮 真要打个市 杀中兵 他是不是还有一些机会 当然这个是想象 好像差点有点远 那么红方现在是 这招棋 红方下的非常的 我觉得很灵巧 对 非常的老道 刚才是被逼退了 现在又择击出动 对 对 这招对击 有几个好处 一个就是 首先削弱了 黑方的攻防力量 还有一个就是 他借助退马 先手灯泡 争得一个先手 然后再开展中路的攻势 因为这个局在这的时候 他随时可能要杀中兵 你现在想中路展开攻势 还受他的牵制 那么他这招棋通过对局 这个局杀中兵的威胁没了 而且借助先手灯泡 你还得逃招炮 然后他争得了 马踩中兵的一个绝对的优势 实际上黑方现在这个局 它的作用比红方的局要大多了 要大 它有攻守兼备的意思 对 那么红方现在用自己 最没有用的一个局 轻轻的一招出局 而且还是个先手 对 首先黑局不能躲 那你只有对掉 那对掉之后 他退马还是个先手 又攻击到黑炮 那黑炮没有办法 只有再退一步了 再退一步 这个时候 黑方 红方出手了 出手了 蔡中族 蔡掉了 那只能马其进五吃掉了 马其进五吃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打掉了 炮五进四 空头炮 空头炮 现在威胁 空炮杀戏 只有上将 这个棋 如果要上将的话 估计也很危险了 如果上将你打将 他可能要变一下 然后关键 红方 搞不好要打边兵的手段 打边兵完了 直接就要吃你的子 或者先打一将也行 然后再打边兵 这样的话 黑方还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这个棋 实战中 实战中 黑方还是决定 这个一招就手干净了 对 他觉得这招是手干净了 而且他下一招准备 平中 可以把你的中炮 你赶走 如果他这下 真能抓着的话 把中兵吃掉 再把炮打过去 他还有些攻势 对 这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 但是下边这招棋 小将 郑维彤 下得非常的老练 这招兵武精英也挺巧的 对 实际上你不敢吃炮 对 如果你吃炮 它通过抽姜的手段 对 我们摆一下 如果你要是吃炮 这个很简单 你抽姜 你一鼓式 可以把那个狙 可以抽狙 那这期就马上结束了 对 所以说看来赵立芹 这招拘斗就算 也有点假了 也假 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了 对 没有太好的走法 空心炮 这双炮姜的威胁 对他的威慑力太大了 那么这招棋 冠军看得很准 看得很准 一拱兵 而且这招拱兵实际 还按服了非常凶狠的攻杀手段 这个时候黑方的冷静下法 还是应该先把脚升起来 以免遭到不测 是吧 该上来夺夺安全 因为如果你现在将军 他一个可以变马 一个他还可以继续上来 如果你浸泡打 他可能再退回去 虽然老将位置确实很差 这个棋也确实很危险 但是可能还能继续再纠缠纠缠 对 毕竟没丢子 其实有时候在一些特定的局面下 我们必须得把老将请出来 不要老觉得在家安全 是吧 尤其在受工的时候 尤其在这个局面下 这老将实际是非常的危险 在家反而更危险 那么实战中这招棋有点随意了 可能当时也是有点着急了 希望能尽快的找到一些反击机会 先火马 实战中 郑威同走了 炮三战 这招棋也非常好 直接就得子了 但实际上 可能小郑当时也觉得优势很大了 可能也没有太仔细的去分析这个局面 觉得怎么都赢了 实际这时候有一招更快的 更简明的下法 是什么呢 观众朋友也可以去思考 给大家不是五秒钟 想一想 看看反应 因为这个棋我们要看到 红方对黑方最大的威胁 就是这个虫炮 是吧 而且有空头炮 我们要利用这个瞬间的机会 对 刚才说了 这炮不能吃的 有抽姜 是吧 实际你可以把这看作是有根的 对吧 那么这个棋实际上 红方一招 强行献鞠 这个黑方就没办法了 对 这个鞠也不能吃 对 你吃炮我就抽姜 对 那马上结束了 鞠也不能跑 跑了硬姜 硬姜你还得多炮 你要是要杀呢 我就随便支个室就行了 我无论往哪边 撑个室解杀 你再怎么姜也没齐 这边你还要处理 那个马也太遥遥了 你也不可能形成什么攻势 所以说这个棋 这招更简密 挺巧 对 当然这棋已经优势很大了 可能 周永同也看清楚了 我怎么都要赢了 就走简明一点 就简明了 这看来这更清楚 你只有上将了 完了 鞠一将 现在他不能垫马了 如果现在再退马的话 他有一个 正好平炮个上了 对 这一下就得子了 对 这个不行 他只有上将 那么上将这一样得子 打掉 打掉 完了 黑方现在没办法 他也是希望能 还有鞠双炮 做一个最后的争夺 下得非常老练 我不给你平过来的机会 对 连这条线都守着 而且本身把鞠也可以走活 对 黑鞠 战类 准备出架 攻杀 现在下得非常稳健了 已经得子了 得子了 迎期不倒是 而且还有中兵怎么对子也不可能和齐了 就欺负人家了 欺负人家了 排人家对军 嗯 那么 这也是无奈了 自己给自己先给拴上了 又占一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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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四进一 嗯 这时候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嗯 完了 祖三进一 祖三进一 这时候整个人看得特清楚 对 就是对子 哈哈哈 很简单 是 那么红方 嗯 吃 你吃 嗯 这个棋只有 降四平五 降四平五 嗯 出来 帅五平六 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候 嗯 赵立新也应该知道结果了 对 但他呢 就是惯性的在走几步 对 其实棋手就是这样 有时候 他有一个惯性 对 嗯 不想那么快认输 但实际上心里也知道 而且这是一个团体赛 团体赛 他有时候也照顾到棋友的心态 对 多坚持一分钟 棋友那边可能就踏实踏实 对 要不然这边就已经说亮白棋了 认输了 对棋友的心里也是个打击 所以可能也出于这种考虑 他再坚持几步 下降 下降 又一降 上来 红方 炮五平七 那么走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明显下一周兵五级一 这个拘双炮兵 就攻杀速度会明显快于黑方 这个组也过不来 这炮都吸着呢 对 这已经不行了 到这儿呢 这个老江赵立琴呢 就认负了 认负 等级分第一第二 第一是王天逸 现在等级分第二就是郑维童 完了他们的三台王冶飞 也是一位特技大师 对特技大师 曾经得过全国亚军 对 全国亚军 这王冶飞就还是你们在河北训练过 对 完了四台的李绍庚呢 也是一位很年轻优秀的 相机大师 目前等级分排在二十位 那也是非常高的了 所以这样一个阵容呢 第一盘取得胜利呢 也恐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对 本次比赛这个 是我们他们四川队 应该是本次比赛的夺冠大热门 对对对 好像开赛以来 只要一开赛 大家好像就想不出哪支队友 能和他可以抗衡一番 是 所以呢 当然了这样的队伍呢 恐怕大热门往往会 就会抱大冷门 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 因为心理上的和 可能技术变形 有可能会吓得太随意了 说我们这么强 或者压力比较大 对 有可能压力大 也有可能太随意了 说我们这么强 我赢不了 还有别人呢 是不是互相的这种配合上 其实这也是体育竞技的魅力所在 如果说冠军一开始 大家就都知道是谁拿了 那就没有意思了 对对对 是吧 那么这盘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